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,台铁人力不足问题已持续多年,行政院已于今年1月2日核定2818人员额,让台铁分三年不足人力,今年度同意核给1907人,滋味人员需要经过国家考试,无滋味营运人员台铁局可自行招募。 台铁局今日正式公告107年营运人员真实简章,预计录取954人,台铁局表示,预计10月初录取报道受讯后,就会分发到各单位去学习工作所需技能,然后马上就可上线工作,这次分配最多的会是运务单位,相信可先有效书解人力不足情况。 台铁局营运人员招募,从6月1日至15日开放报名,预计7月14日进行体能测验,7月28日比试,8月25日进行口试,数科,9月3日下午2点公告度取名单。 这次预计招募服务所里正取416名,被取416名,起薪从25905元至3645元。 服务员正取274名,被取274名,起薪29305元至37295元。 营运员正取247名,被取247名,起薪31595元至45210元。 营运专员正取17名,被取17名36465元至53335元。 服务所里,服务员不限制学历,营运员现高中职以上学校毕业,营运专员需教育部认课的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。 台铁局表示,营运人员招募计划,预计10月初陆续来台铁报道,到员工训练中心先进行为期3天至4天的课程,了解台铁组织构造,劳动安全等,然后就分发到各业别,由各处所进行工作技能训练,然后就可开始工作,初期都会由师傅先带主,让先进人员对工作内容能快速上手。 至于滋味制人员,台铁局今年初已报给考选部,后续随着铁路特考国家考试,就能陆续招募。